大家好,我来自老娃,叫杨玛丽,书上新媳妇 在我们这里呢,现在疫情也好了 都解封了,然后新城也不带信号了 我老公说他要出上班了 他现在已经出营养做核酸了 那么我要出屋里给我老公收拾东西 什么?你出的什么? 给妈妈看看 你出的什么? 你出的什么? 好吃不? 吃 妈妈吃一口 嗯,好好吃是什么呀? 谁做的? 爸爸 爸爸做的? 嗯 我给爸爸收拾东西去 孩子心好喜欢吃啊 今天早上我老公做这个拔丝红薯 好吃吧? 好吃啊 哎呀,孩子又要睡觉了 孩子又一个人坐在这里 弟弟就睡着了 给他再盖一个吧 睡觉吧 哦 好,好了 睡觉吧 给我老公拿点衣服 给他拿点袜子 这个是我老公的袜子 因为他的领裤 现在呢,天气又来又热了 我记得去年我在中东那边的时候呢 这个时间是挺热的 那我就拿几件 我老公呢,夏天衣服就可以了 冬天呢,就不拿了 衣服也不多 给他拿那个书包来装就可以了 他的衣服呢 最多的都是在他上班那里 家里都没有几个 对呀 都没有用 结讶 其实韩的 by bwd6 you don't wanna f**k with me I slow burn like a deceit Just tell me that I can't even show you 我都种好了 不知道了还有啥都想不出来了 出外面给老公拿一点苹果 拿这个袋里头装一点苹果给老公 我老公特别喜欢吃苹果的 这个苹果呢 大哥大嫂我们没有卖完 给我老公拿一点 他粗重的被他吃 这个苹果好大一个 好香呀 给我老公拿的 就不用拖外面那个袋子了吧 给他放在车里 然后几根给他吃 好香呀 都是很好很好的苹果的 这个都是我大嫂调过了 给我老公调大的 毫非看到鱼片 好大这个 我老公特别喜欢吃苹果 给他多装一点 好香好香的 这苹果都是很好的 昨天大哥大嫂都调好了 他两个要拿出城里卖 装好了一小袋子 还有很多的 但是大哥大嫂要拿出现城卖 不好意思多佛罗公装了 老公回来了 我回来了 合作做了没有 做了 晚上八点接我才出来 晚上八点 如果是阴静就去上班 如果是阳性我就去拉走 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做合作做了几次了 我准备明天走 我早点走 哦就明天早上走 那行吧 东西我已经收拾好了 但是这个 这个箱子你要不要拿 箱子拿着吧 这个箱子也拿着 我那边还有衣服 还有衣服 然后你的衣服 我就收拾放这个书包里边 这里 这里是那个锅后刀 这是充电器 手机充电器 哦对 没有了就这一点东西啊 我钱包放了吗 钱包放里面了 你是不是在里面没 在了我都看了 在了 你再错证一下吧 我看完了 那里这个箱里面都是空的 啥都没有啊 拿着吃的嘛 拿着吃 苹果我装袋子 拿着苹果 你看苹果我给你装好了 装这个袋子 你舍不舍 这么多了 现在又发不了会计 我想做多的时候 怕哥哥和梅太阳哥也不乐意嘛 啥 他说我给他拿瓶 我太小了 剁哪里啥 吃着一袋 那哥哥说了你腿下一袋吧 腿下一袋 明天我装上一袋 明天他装上一袋啊 我那边有冷藏库 放了 放冷藏库 放了冷藏库里面 拿两袋子吃 拿两袋 都吃完饭了 我给你装床吧 把你东西收拾好 你昨天不是说把你的串吗 现在已经久点了 早点走慢慢开吗 不装了 我买了火车票 不开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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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娘 阿姨 阿姨不败就闹他 你说你不开车了 嗯 为什么不开车了 开车太贵了 开车你去 嗯 就光去一下就得九百 九百来块钱 坐车下来三百块钱 三百块钱 公司还能报一半 公司还能报一半 只花一百多 那也行吧 这次你休假太长时间了 然后你出厂吧 还得要出很长时间再回来 是不是啊 就把你那个苹果装箱子吧 啊装箱子 手装一点就行了 走这里不是说你要拿很多吗 不开车要拿那么多重呢 他要连点的票呢 我给你推一下 偷 我推他 不推他 我过去推 对了 我过去 哎 那我拿我拿 来 给你推一下 偷然后我再给你装苹果 再把这个箱给你收拾好 哦 好 头发也不是很长 好得心 他给你装果冻去了 你这个果冻给爸爸装了 好 放里面给爸爸吃吧 他把他的果冻都给你了 好 谢谢 好得心 你要取出来吗 来 来好了 行不行了 那给你吧 爸爸不吃你的 好 啊 你的鸭膏咋说那边还有吗 有 还有的就不带了啊 我放这儿 放这儿 放这儿的装午了 装午了 那哥哥送一下我就行了 哥哥送保鸡上了 啊 那行吧 我老公要求上班了 过来看孩子 又还笑的呢 你在家我去上班了 老公啊 行了 不哭了 好不好 不哭了 没事吧 老公都在压这么长 你看他都这么大了 放心 臭上班嘛 啊 他爸爸怕他 黏他爸爸 他爸爸不给他说话 他要看到了 好 学校都丢了 下 妈咯 下 再给我 再给我 这里还200吗 那慢一点开 好的 先让开 让开 让开 爸爸 不哭了 之前给你买这个衣服好看的 还有这个买裤子好看的 还买个好看的鞋鞋的 好不好 这次老公在家时间很长了 有三四个月了 小孩也习惯了 习惯有他在身边的 今天老公就上班了 孩子心哄半天都哄不好 我老公在家的时候 他也是挺着急的要出上班 家里有大有小有老的 很多事情都是说要用钱 但是今天他出上班了 他心里还是有点难受 有点忍不得帮我们放在家里 他要出去前 他还哭了 我看到我老公哭 我也是都想哭了 我老公走了之后 孩子心哟了半天 我怎么哄不哄不好的 我现在也是想跟孩子心哭了 爸爸妈妈吃爸爸了 怎么了 想爸爸了 他大大拿的什么好吃的 你看大大拿的好吃 吃不吃 吃不吃 不吃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